臀部原始点 臀部原始点现在有分上臀部原始点 还有下臀部原始点 好 那上臀部的原始点位置就是在 颗骨上沿第一点 然后一路按上来 再按 好 到这里的时候脚要伸直 然后再继续按 按 然后每一点按下来 按到以前的腰椎 这里最后一点 以前是最后一点的终点站 那同侧也是一样 从侧面 从这里一点 两点 两点 三点 这样一路按 按到腰椎 碰到腰椎为上臀部原始点的最后一点 那下臀部原始点也是从侧面 这里靠骨下沿 这里 好 那侧面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然后按到哪里呢 按到这里刚好碰到骨头 那我们再沿着V字形下来 同侧一样 好 我们来按推上臀部原始点 那按推 第一个要注意的是第一点在这里 所以按的时候一定要叫患者的脚 先抬起来 好 那注意再来就是手法 手法 手法它不是前面掌心向上 手肘虽然顶进去 但有一点偏向前面这样 好 一半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按得到了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按到第三点之后 就可以叫患者的脚伸直了 这里脚就伸直了 好 因为它位置在这里 所以就不需要翘腿了 我们就直接这样顶进去 就可以按得到 好 按到腰椎 这个就是上臀部原始点的最后一点 好 那下臀部原始点 也是从侧面开始 它是这样 好 到这里就是V字形下来 所以一样 叫患者的腿伸上来 然后这时候要注意哦 掌心是向上了 跟刚刚向臀部原始点这样 是不一样的 它是这样翻过来 好 那这样顶进去 第二点 第三点 这里已经碰到骨头了 好 所以叫脚伸直 然后接下来 就是照我们原来的按推 从这里V字形下来 好 那我们来介绍 同侧上臀部原始点的按法 那它的按推 从这里一路按上来 好 那所以第一点 要按一定要叫患者腿抬起来 那用弓箭布 比较好做 那第一点 掌心一样稍微微微的 好 这样 然后用手肘顶进去 好 到第三点之后 脚就可以伸直 那再来就恢复到我们之前这样 这样就可以做出来了 回蹲 好 那我们再来示范 下臀部原始点 一样用弓箭布 然后腿抬起来 然后注意这时候的手肘 它的掌心是比较偏向上 这样 跟刚刚上臀部原始点 它的手法是这样 不大一样 好 那用弓箭布 第一点 顶进去 第二点 第三点 好 到第三点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V字形 那可以叫患者的腿 伸直 沿着V字形按下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